因纽特人竟然也学会了利用伪装术欺骗猎物 加上现代武器的加持 狩猎海豹变成了一场游戏 上一期志安交代了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熟练地从雪橇上拿出了一块白布 用十字木杆撑起来 做成一个类似风筝又像我们摄影照相的白色步枪 难道他们要给海豹拍照吗 志安从雪橇上拿出自己的武器 另一只手接过男孩递过来的步枪 慢慢走向冰面 小男孩拿着鞭子把雪橇拳赶到一边 防止他们惊扰到海豹 志安一手拿着武器 一手拿着步枪一点点接近海豹 头上的红帽子分外显眼 而那头肥硕的海豹 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 依然在冰面上享受着阳光 其实这种障眼法就是迷惑海豹 白色步枪和周围的积雪一模一样 让海豹误认为这就是一堆积雪 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片积雪背后藏着危险 因纽特人的捕猎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海豹在这里生活了几万年 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玩的 当年栓柱趴在冰面上模仿海豹的动作叫声 让海豹误以为是同类失去警惕 最后被一举拿下 那是全凭经验和演技 现在新因纽特人竟然用上了伪装术 直接在海豹一脸懵逼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他 海豹要是会说话 肯定会说 你们太狠了 我太难了 同类不可信任能要我的命 现在连最可爱的血缘都暗藏杀机 这还怎么活呀 人类真是斗不过 智安在距离海豹足够近的地方停了下来 慢慢抬头观察海豹 小男孩在岸上拿望远镜观察着一举一动 当到了射击距离之内 智安慢慢拿出武器放在步墙上 瞄准射击一枪爆头 海豹连挣扎都没来得及 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说实话 这样的捕猎还算人道 海豹完全没有痛苦 智安快步跑向猎物查看情况 雪橇上的小男孩看到这些 连忙收起望远镜赶着雪橇跑过来 智安得意地点起他的海豹骨烟灯 低头看着自己的猎物 他就在冰冻上面 再晚一秒钟 他就可以顺着冰冻逃跑 这在当年拴住老表全靠原始工具的年代 这头海豹肯定就逃脱了 现代武器加上天衣无缝的伪装术 海豹真的无处可逃 小男孩不停地摸着猎物高兴极了 这头海豹太大了 别看小男孩年纪不大 可以是个老练的猎手 不用智安交代 麻利地把海豹绑在雪橇上 智安则把步墙收起叠好 他们带着自己的猎物开始返回营地 春天的到来让山顶的积雪慢慢融化 黄绿相见的苔藓铺满了山坡 很快迅龙 北极雪兔这些动物就会来到这里 空旷的原野又会变得生机勃勃 融化的雪水汇聚成小溪 流向山下的湖泊 冰封了几个月的海面这时候也开始融化 大片的冰源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捕猎海豹的季节已经过了 到了该抓三文鱼的时候了 融化的冰源让海平面升高了一两米 到处都是飘落的小块浮冰和波涛汹涌的海水 一座座雪山对海水雕琢成了一大朵洁白的蘑菇 矗立在海面上 看起来很是壮观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让人叹为观止 出生的太阳慢慢出现的地平线 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海岸甸的一处营地 人们都已经起床 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 在帐篷外挑选今天要穿的靴子 她们的靴子还是用传统的鹿皮做的 晚上的低温会让皮靴变得硬邦邦 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湖边 把靴子放在水里浸泡一会儿 再用手反复折压 让皮靴可以变得柔软 旁边的草地上铺着几张鹿皮 这是他们刚捕获的驯鹿 那位传奇的大神正在处理鹿皮 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 却还能穿针引线缝补鹿皮 这在以前这样的年龄 早已经什么都做不了 还记得那个躺在破旧帐篷里的 可怜老大爷们 他当时的年龄才五十多岁 却看上去和八十岁的老人一样 只能躺在帐篷里靠族群里的人照顾 显得充足的食物 良好的居住条件加上完善的意料 让因纽特人的普遍寿命都提高了很多 身体素质也有明显的提升 看这位大神硬朗的身体就知道 旁边的大叔正在制作新的海豹皮绳 虽然有了现代工业尼龙省 可他们还是习惯用自己做的海豹皮绳 这是传统的手艺 也是他们对先辈们勤劳智慧的致敬 他把绳子上的皮毛油脂全部刮去 再经过拉伸揉搓 一根可以传承下去的海豹皮绳就做好了 这时大叔抬头看了看湖面 原来是几个在湖里抓鱼的孩子回来了 他们和老表拴住一样都是表金 趁着放假来湖边跟着爷爷学习普列 这也是因纽特人的传统 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会普列 会制作传统工具 这才是真正的因纽特人 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他们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家庭和整个族群 孩子们抓到了很大一条北极白鱼 这种鱼肉质鲜嫩刺也很少 是北极独有的冷水鱼 用来炖汤味道十分鲜美 大家有吃过的吗 在评论区告诉小编是什么味道 孩子们开心地把鱼拿给爷爷看 老人家高兴地给孩子鼓掌 脸上堆满笑容 屋里的母亲也出来夸奖孩子们 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下壶抓鱼了 很快就能参加捕猎迅鹿成为出色的猎手 真是好样的 让我们给他们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看看红帽子之安怎么捕猎海豚 又会发生什么精彩故事 我们下期见